山顶上有个洞 洞里啊 住着一个人 就像孙悟空的水帘洞 里面有山泉水 可是山体陡峭 根本无路可走 只有一根绳索挂在外面 神秘人真的住在这吗 正说着 附近一居民朝山洞大喊 哎 睡着了吗 一个正当年的小伙子 怎么隐居在山洞里 男子说他是江西人 今年36岁 姓刘 他患有心脏病 因为他有心脏病 山洞里很安静 所以选择在此养病 这一住就是七八年 还收养了很多流浪猫狗 小刘说 人要活得简单一点 山上空气好 很安静 他爬了半年山之后 心脏病缓解了不少 都没有再吃药 小刘背井离乡 跑到外省的山洞里生活 家人知道吗 他默默说了一句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咱就别提了 隐居后的小刘 过去了原始人的生活 食材和水 都是从山下扛上来的 小刘说 野外生存最重要的是烧火 这样不仅能防潮 还能防虫子和蛇 现代都市的人们 已经离不开智能手机 这一点 小刘倒是看得很透彻 小刘说 他身体弱 心脏也不好 每天需要的睡眠时间很长 最近经常是刚一睡着 就有好奇的行人 潮上猎喊 还有调皮的孩子 往上打蛋弓 扔石头 让他苦不开言 希望小刘的将来 能有一个安稳的住处 自由且安静的生活 同时他的身上 有一处闪光点 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不要沉迷于手机 多锻炼一下身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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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